好了,夹子一抽海中筋,我们这节课很重要,虽然是我个人参悟出来的,那么从很多角度都可以说,但是我们还是从夹子开始,然后这一圈下来,到了人生归有结束了,再到甲虚遗憾,那就叫甲虚寻了。 这个空王啊,很多时候要特别注意,很重要,那么到这儿,就是一个小的循环,然后再结束,你看这个月份,我们前面也提到了,这个夹几之年丙作手,为什么,实际上往前倒两个月,他刚好还是夹子月,只不过他从银月开始算, 所以呢,你看这个甲虚遗憾,丙子,是不是到这儿,你如果是按这个地支来算,那么你说丙子寻,也可以,你说甲虚寻,实际上就一码事儿, 因为他这个十天根跟十二地支就差这么两位嘛,就是这个规律,我们说这个海中金,那海中金呢,他是夹子一筹,那么他生了什么剑锋金,我们也说了, 这个海中金啊,你看地支,他是在地底下,这个水深的位置,地底下,海中的宝藏,是吧,那么天干呢,也是一个的刚开始,出运化, 那么,所以说呢,这个海呀,这个金气神,这个海,代表着出,然后,从海面变成陆地,再到天空,这就是金气神, 反正,反正很多种角度,你看天官四伏,地官,赦罪,这个水官,解灾,一个比一个重,对吧,但是一个比一个更有福, 那么从开天比地,夹子,是吧,到了这个人生归友,那么这个剑锋呢, 神有之地属于消杀之地啊,所以这个剑很锋利,嗯,这个人鬼呢,就代表着血了,血黄了,嗯,他来退了一位, 然后又生什么庚臣心寺白辣金,那庚臣心寺,它属于什么呢,这个剑锋锋在进化, 从这个镇金啊,变成这个,所用的剑锋,嗯,再进化,就到了,嗯,重新,嗯,经过的,嗯,水火,魔力, 这个白辣,这个白辣,就像融化的那个意思,顾名思义,很多我们都可以想象理解,啊,这就是到这儿了, 那么下一个呢,就不能说从禀音丁宝开始了,因为它不是重位,我们前面说了,重梦记,按这个顺序, 那这个火在哪儿,嗯,要么是五,要么是紫,我们前说这个紫的部分,它有两个循环嘛,那物质,几臭,是吧,霹雳火,就像一个雷,劈到地底下, 这个雷啊,我们都感觉到脚底下在动,这跟八卦的原理是一样的,那么霹雳火什么呢,嗯, 嗯,银武虚位,呃,紫银沉尾,生了这个丙丁,啊,山下火,这个霹雳火一批,山下就着火了,是不是,啊,那么山下火又生了什么呢, 佛灯火,山下火越着越小,最后就成了灯煮着火,啊,就是这么一个规律, 那么,你看这个,呃,地方,位置,那么天干呢,怎么去理解,这个雾贵也是荷花火的,呃,由天而降地,呃,丙丁呢,就自然不用说了,这个就是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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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